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这位女子大丈夫丽秀师姐 亲爱的上人 现场的师兄师姐 大家早安 感恩 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分享什么呢 分享我的过去真的是一个很迷茫的人生 那好在我这一生很有幸遇到上人 跟着上人 让上人的教导 才知道什么叫做要学做人 而且我也才觉得说 哇 原来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 那年轻的时候呢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做生命很单纯 我妈妈跟她的朋友说 我若想得很高兴 后面嫁人不知道去给老公祈福 我以前真的 真的我很单纯 然后开始上班以后 我上班薪水贷 每个月的薪水贷一定交到妈妈的手上 交到什么时候呢 交到我结婚那一个月 我妈妈说 这个月你就要结婚了 这个月的薪水都给你 以前呢 因为我爸爸非常喜欢赌博 也喜欢喝酒 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朋友说 我家的男朋友一定没喝酒的我才买了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 老朋友法官啊 越说什么一定越当到 可是呢 这个要关闭 结婚以后啊 刚开始我就一直问我们未来的师兄 他说 你怎么会喝酒 他说 不会 我都喝养热多 我都没有你喝酒 然后呢 你会怎样 都不会 我以前很单纯 什么叫做打牌 蜜蜜蜜我从来没有看过 可是结婚了以后 法官就说 他怎么什么都会响 尤其是喝酒是他的最爱 他这世人可能很爱喝酒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家庭的乌烟瘴气 就这样子就来了 结婚以后 我说 你不要拔掉 因为我爸爸是浅健嘛 他拔到翁姓静静 也是会在那里 喜欢这个兴趣 我就给他拔了 然后他就开始把我拔 他说 来来来 我给你拔 这拔的也很深色 结果 没想到 然后 变成打牌是我的兴趣 以前我等一下 打牌打通宵 其实打通宵真的很辛苦 那个以前 照夜当有趣 人家吸烟 我说我都喝你们的二手烟 然后他们吸烟 我会吸烟 通宵 打牌通宵是常有的事 比如说假日啊什么 然后就这样子 但是 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气 就是俏家 为什么 以前都想说 我要拐人 要拐人 反正 什么事情 反正就是这样子 那 分头呢 以前我打牌的时候 我跟我二姐 我二姐就住在我们家隔壁 我如果在打牌 有时候不可以 自己洗眼骨髓 我都跟二姐说 你自己 我的孩子照顾 等一会我赢就给你吃了 真的是这样喔 而且喝酒 我最不喜欢我师兄喝酒 可是有时候出去的话 看他要喝酒 我就要停出来 我妈带他喝 可是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喝醉酒过 只是说不让他 因为他喝醉了以后 他的酒品也不是很好 后来 一直想要他改酒 但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我就认识慈记了 那我一个很不好的习气 就是俏家 有一次啊 那时候我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我就丢着 然后我就出去了 出去了 为什么我会常常俏家 我就是利用我家师兄 对我的爱 因为我每次俏家 他一直很紧张 就四个去找我 其中有一次啊 我俏家是开车出去 然后他一路 但妈关店了以后啊 休息以后 他就骑着摩托车 机车四处去找 那一天晚上啊 其中有一次喔 外面下着毛毛雨 然后他骑着机车 你看他那种心 又要找人 然后毛毛雨 地上有湿滑嘛 那一次他就 要转弯的时候喔 他的机车就滑倒了 然后后视镜破了 插到他的手 缝了八针 我出去第二天以后 我打电话找我的大姐 我大姐说 你是在哪里啦 那阿妇啊喔 那阿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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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包一包那大包 还要照顾店 还要照顾小孩 你知道我怎么回答 我说 好啊好啊 我知道你都港国的啦 你都为啦 你看看那时候我的心 真的是很残忍喔 后来我就打电话 问我二姐 她说是真的啦 你赶快回来 我回来了以后喔 你们猜我有没有从此不再俏家 没有继续 啊真的是继续 因为我都说 她说你是要我怎么做 你才不去俏家 我说 除非你这